用餐尖峰时刻 台中第二市场附近的这间法国面包店 店门口总是满满人潮 每天都有 早上上点我们就开始做了 面包都是早上新鲜现烤 因为吃成太费工时 所以就得特别早起开工 我们刚开始说要面粉之前 我们要打碗以后 然后我们要放那个化销箱里面 给它发销 大概两个小时 发销程度到了 我们拿出来要先再开 然后噴水给它肥皂会亮滑 然后我们会换烤箱里面烤这样 光是发销面团就要两小时 这是来自越南的孙氏娇娘 开业以来的坚持 而且不止面包 法国面包里的馅料 像是烧肉火腿 也都是在店里制作 不是满现成货 我们的脚箱 通常我们就会背烧肉 猴腿 然后小黄瓜 美生菜 酸菜 还有那个香菜 都我们要都背好 然后要摆上去 其实生意要能长久 唯一秘诀就是不要偷工 法国面包店 这算是江南第二次开店了 之前开的是越南料理店 一开就超过十年 脚上很早就出来 开始被撂什么都回家就很晚 然后吃饭时间到分 大概十二点过一点这样子 每天往上降 中午很少再吃 但孙氏娇娘是真的有自信本钱 不仅法国面包受欢迎 店里头典型类的大蒜面包 或是咳嗽 一样深受喜爱 但是晚上可以吗 晚上可以 是你要冰 我要冰 对 然后要是拿出来 回烤就好了 两种是喜欢安逸的环境 可孙氏娇娘和这群 来自越南的新住民 只想着要过更好的生活 过程辛苦难免 但就像烤箱里的 法国面包一样 历经高温吃了后 才能飘散出 更迷人的学家风味